問首先馬上來看到一起社會消息 臺北市萬華發生了凶殺案 有一名房客不滿 二房東催討房租糞而行凶 而犯案之後呢 他明明要自慫 卻先跑到新竹 才打電話給警方承認殺人 什麼事情 蹲在超山外面坦承殺人 這名六十八歲 陳信嫌犯立刻被帶上警車帶走 錄網地點在新竹市 案發地在臺北市 9號清晨萬華民和街這棟民宅 房客因為不繳房租 跟二房東爭吵後行凶殺人 附近四百多公尺有派出所 他要自首卻不走個幾分鐘過去 反而搭火車南下新竹 在命案地點八十公里外 打給警方承認作案 犯嫌自稱老家在新竹 自知法往南逃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你比較認同哪一個 真的喔 為什麼 死者是七十八歲 嚴系男子 這是他生前跟兒子聊政治的對話 而對說爸爸清光也失明 十幾年前就離家自己住 當起了轉租工 而且得心應手 雖然被害人看不到 兒子原本享受端午連假 父子一起出遊 還沒有聯絡他卻是警方通知二號 其實到現在還是有這種超限制感 然後好像也沒有辦法生氣 因為呃 好像是一個弱弱相殘的劇情吧 這件事情其實蠻奇怪的就是 死者的前妻也來到派出所 對於曾經的人生伴侶 因為追討房租命喪黃泉 他不願多說 記者最後報導